与少年之家小朋友一起分享情深故事 一起讨论 聊天过程充满不少欢笑声 台湾少年之家多年来一直补导 因为原生家庭事故导致行为偏差的孩童 也希望让更多人发现到他们的努力 市场参选人林志坚今天就参访少年之家 看到孩子们的努力也给予支持鼓励 少年之家成立到现在有许多的时间 那么现在大概照顾的孩子有三十几位 年纪从小学一直到高中都有 有的是社会局的安置 有的当然是可能过去他们做错了一些事情 法院的一个安置 我要特别借这个机会来感谢我们赵牧师 还有很多社工伙伴 给予这些孩子在迷惘或者是走错路的 这一个过程当中 这个伸出了这关键的元首 让他们步入了这样的一个正途 少年之家赠送孩童们自己亲手做的视频 以及手工点心 在互动过程中 听到小朋友他们自己的亲身建立以及困难 也因为空间限制桃园少年之家 安置的人数有限 也必须结合民间企业的力量 来一起照顾更多需要被照顾的孩子 而少年之家相关的议题一直受到许多人的关注 优效的结合地方上的资源以及民间企业力量 来帮助他们也会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记者林卫峰巴德 他们到